各位朋友大家好 孟华路开播了 不少朋友呢 建议我能不能讲一讲这部剧的历史背景和与历史有关系的一些事情 所以呢 今天呢 咱们就来聊一聊 这部剧前几集基本上是基于关汉清的一部原杂剧 叫赵盼儿封月就封城 说的呢 就是赵盼儿的好姐妹宋尹章被了一位渣男叫周琪的所骗 结婚以后备受虐待 所以宋尹章想离开周琪 但周琪不愿意 无奈之下 宋尹章找赵盼儿帮忙 赵盼儿呢就使出了美人计 用色相勾引周琪 让他写下了对宋尹章的修书 大概呢 就是这样一个故事情节 跟剧里说的基本上是一样的 当然了 并没有剧中的孙三娘 也没有那位男主顾千芬 更没有这部剧后面的什么到东京汴梁闯荡 最后开了一个特别豪华的大酒楼的这段经历 这部剧的剧名《孟华路》 首先呢 就会让人想到那部书叫《东京梦华路》 是南宋时期的一名文人叫孟元老的人写的 以前呢 我讲过很多关于宋朝的风土人情社会上的方方面面 很多内容也就是出自于《东京梦华路》 这部书呢 反映的是北宋宋徽宗时期的社会面貌 那么这部戏既然以这个名字命名 那么它的历史背景是不是也是宋徽宗时期呢 这个呢 我可以非常肯定的说 不是 这部剧的一开始就提到了 这是发生在北宋时期的事 但北宋有160多年历史 那具体是发生在哪个皇帝执政期间呢 这点呢 虽然剧里没有明说 但是呢 我们通过一些线索不难猜出来 咱们先说答案 我相信这部剧是发生在北宋宋真宗天喜年间的事情 确切的说是应该发生在天喜三年以后的事情 为什么这么说呢 有几点理由 首先第一点 剧中提到了女主昌 女主昌指的是皇后或者是太后的权力威胁到了皇权 从剧情来看呢 应该指的是皇后 那么在北宋的历史上 有几个皇后的权力能够威胁到皇帝呢 我们数一数呢 应该也就只有宋真宗时期的留额 宋徽宗执政初期的太后 向太后也曾经权力很大 但是呢 他们并没有威胁到皇权 而且高涛涛也好 向太后也好 都是在他们做了太后以后 才慢慢的发挥更大的作用的 而他们做皇后的时候 基本上并没有发出什么更大的声音 所以女主昌这点指的应该就是刘娥 那个有吕氏之才 无吕氏之恶的刘娥 还有剧中还提到太子的生母并不是皇后 这点刘娥也非常的吻合 因为刘娥并没有生育儿子 当时的太子赵真是李晨飞所生之子 所以这一点呢 也是吻合的 如果大家觉得这些还不够充分的话 还有一个更直接的证据 证明当时执政的皇帝就是宋真宗 这个证据就是 剧中提到这个皇帝曾经参加过风扇 宋朝只有一个皇帝进行过风扇 就是宋真宗赵衡 不光是宋朝只有他一个人进行过风扇 而且是自他以后就没有一个皇帝再举行风扇 那这又是为什么呢 是不是因为宋真宗赵衡本来不够格 但非要去举行风扇 结果是把风扇的这块招牌搞臭了呢 其实这倒也不是 宋朝以后就是元明清 元朝和清朝都是游牧少数民族的统治 元朝人的文化还是以草原文化为主 他们并不认可汉朝的风扇大典 而清朝虽然崇尚汉文化 但那不过是在表面上的 他们心里头是根本瞧不起汉人 所以他们也不屑举行风扇大典 至于明朝呢 虽然是汉族人统治 但朱元璋大家知道特别会过日子 像风扇大典这样劳民伤财兴师动众的事情 朱元璋是不会干的 而且举行风扇大典的理论基础是来自于军权神兽的思想 这种思想是西汉董仲书提出的 在当时是占统治地位的 但是从汉朝以后几个朝代下来 这种思想已经慢慢的淡漠了 而且元明清时期的理学兴起成了当时的主流思想 理学追求的是道统 而道统对皇权的法统或者叫治统就提出了挑战 也是对皇权的一种制衡 所以军权神兽的思想慢慢的也就淡漠了 那么没有了军权神兽这种思想的基础 风扇大典也就变得没有太大的意义了 说起这理学呀 有一段很有意思的对话 对话的双方呢 一个是北宋的开国皇帝宋太祖赵匡印 还有一位就是他的宰相赵普 赵匡印当时问赵普 说天下什么最大 赵普沉思半想没有回答 赵匡印又追问了一句天下什么最大 赵普这才说到道理最大 赵匡印想了想笑着点了点头 他是认可了赵普的这种说法 于是理学就应运而生 天下为道理最大 在理学的这种建构下 士大夫掌握了理学的解释权 这也就慢慢的形成了他们所说的道统 而皇权也不能基于道理之上 这才是理学最基础最原始的思想 而并不是什么从一而终、贞洁劣女等等这些禁锢人们思想行为的工具 那么理学最后怎么发展成这副样子呢 这恐怕就要拜明清统治者 特别是清朝统治者所赐了 理学的萌芽是产生于宋朝 恐怕也只有宋朝这样宽松的社会环境才能诞生这样的萌芽 也可能正是因为这种萌芽的出现才使得宋朝的社会环境更加的宽松 还有了皇帝主动的让出部分的权力 而与士大夫共掌天下的局面 才有了我们所知道的宋朝 好了 现在我们可以确定 这部剧的历史背景是在宋真宗执政期间 那么为什么刚才说是在宋真宗的天洗年间呢 而且是在天洗三年以后 这个呢 原因就更加简单了 据旭资质通鉴长篇记载 天洗三年也就是公元1019年太白骤现 经过占卜以后得出一个结论 就是女主唱 所谓的太白呢 指的就是金星 又叫启明星 又叫长庚星 在不同国家的神话故事中 都有关于金星的描写 在古希腊神话中 他的名字叫阿弗洛迪特 而在古罗马神话中 他的名字叫维纳斯 是爱与美之神 还有北欧神话中的福加利 福加利就是Friday的起源 他有一个儿子叫雷神索尔 也就是Thursday的起源 说起来也很奇怪 在欧洲的神话中 金星呢都是一位美丽的女人 而在中国神话中 金星则成了一位白胡子老头 太白金星 说起来呢 这个老头呢还比较淘气 经常在天上呢刷一些存在感 他之所以这样刷呢 也是因为下面很多人喜欢看 地上的那些各朝各代的太史令们 经常是抬着头盯着这个时隐时现的金星 希望能够给他们带来一些天道轮回的重大信息 这太白金星呢 也真没有让这些颈椎病患者们失望 因为金星有一个特点 它是太阳升起前天空中最亮的一颗星星 所以呢 它叫起明星 意味着它的出现就代表着太阳快出来了 也就是因为它的这个特点 导致的所谓的太白昼现的现象 被很多的太史令们解释成了对皇权的威胁 因为天无二日国无二珠 在唐朝唐高祖李渊执政期间就出现了这种现象 当时负责观察天下的官员告诉李渊说 太白昼现见秦分秦王得天下 这也最后导致了秦王李世民发动了玄武门兵变 李渊从此就被迫离了修 而贞观期间又有人说太白昼现女主昌 加之民间流传的那句称语女主舞王 最后鬼使神差的竟然使得李军县成了五妹娘的替罪羊 其实这也怪不得李世民 谁叫你李军县与这么多的五字有关系呢 他的籍贯是武安人 封爵是武连宪军 镇守的是玄武门 官称是左武卫将军 最可气的小名叫武娘子 这么多的五字金鱼一身 不无死你无死谁 现在女主昌这句称语又临到了刘娥的头上 顺便说一下天喜这个年号应该是宋真宗执政的差不多最后时期 虽然说在天喜之后还有前缘这一年号 但是在前缘元年的二月宋真宗就驾崩了 所以基本上他的最后时期就是在天喜年间 而这段时间宋真宗的身体是每况愈下 而一直以来辅佐他执政的刘娥也慢慢的走上了前台 这也就引发了后党与清刘之间的一场争斗 这场争斗最终还引发了一场未遂的宫廷政变 一代名相扣准也因此被贬出了京城 这其中呢还有很多的故事 故事呢也比较长 这个呢咱们一会儿再说 咱们先聊聊这部剧中的一些细节 在这部剧中有一段是赵判儿打官司的场景 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 赵判儿和被告周琦都是站在亭上 并不是我们很多影视剧看到的跪在亭上 这一点是真实的还原了宋朝时期的打官司的场面 宋朝人打官司是不会跪在堂上的 是立宋不是贵宋 贵宋应该是从元朝开始的 还有在宋朝时期 女子可不可以主动提出离婚呢 应该说可以 但是要符合几个条件 比如说如果你的丈夫三年未归 而且毫无音信 那么做妻子的可以单方面提出离婚 这一点可以参照岳飞的原配夫人刘氏 就是这样离开岳飞的 还有就是如果你的丈夫作奸犯科犯了罪的话 那你也可以提出离婚 这一点呢可以参照李清照为了与他的渣男第二任老公张汝舟离婚 不惜举报张汝舟犯欺君之罪 而将自己置于牢狱之中 因为在宋朝有这样的法律 亲亲相隐 亲人不能相互检举的 如果检举的话 反而有罪 其实不光是宋朝的宋行统有这样的规定 在唐朝的唐绿书役也有这样的规定 而这种理念是从汉代以来一直延续下来的 甚至于到了清朝 虽然在清朝后期有人提出要废除亲亲相隐这套法令 但还是受到了有利的抵制 最后这条法令还是能够继续的实行下去 在秦朝是没有亲亲相隐这个说法的 所以鼓励大义灭亲 鼓励为了秦国牺牲小家 这恐怕也是秦朝二世而亡的原因 因为任何一厢情愿的顶层设计 都抵不过天理伦常 在宋朝如果一个男子失去了谋生的能力 也就是说不能养家糊口了 女方也可以单方面的提出离婚 当然了 我说的这些都是女方单方面提出离婚 如果是双方自愿的话 就是合理 那不在此范围内 相信大家一定对剧中的黄承司这个机构很感兴趣 这个机构到底是干什么的 他的权力有没有明朝时期的锦衣未大 这个呢是这样的 黄承司的前身叫武德司 是建立于宋太祖赵匡印时期 武德司的主要工作就是击查军队中有没有什么异动 也就是说军队中有没有人想要造反 大家知道赵匡印是陈敲兵变黄袍加身就这样当了皇帝 所以他登基以后也担心他手下的那些将军们有一天会不起后尘 毕竟这些将军们手里也有病 没准家里面也背着几件龙袍呢 为了防止这些将军们在他背后下黑手 所以赵匡印就建立了武德司 希望借助武德司展开一场轰轰烈烈的扫黄打黑运动 不过好像并没有起到什么大的作用 而且呢武德司最后也不讲武德了 到了太宗时期 武德司卷入了一场贪腐大案 武德司这个牌子也就算是臭了 牌子臭了没关系 宋太宗赵光义又给他起了另外一个名字 就是现在叫的皇城寺 言外之意就是说 我成立这个机构就是给我皇城看家护院的 我这么大个的一个皇帝 总得有几个看家护院的吧 这点呢群臣们也不能太过的反对 但除了看家护院 就是为皇帝看守各处攻城的城门以外 皇城寺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使命 就是稽查 稽查的范围包括中央和地方的各级官员 此外还有一项使命就是涉及国家安全的反间谍工作 在当时特别是为了防止西夏的间谍 掌管皇城寺的人通常是由宦官来担任 像大家熟悉的宋太祖赵匡印时期的大太监王继恩 就曾经担任过皇城寺的最高长官 而在历史上 剧中的这段时间掌管皇城寺的人叫雷允公 那么皇城寺的权力与锦衣卫比哪个更大一些呢 有人说皇城寺的权力远远大于锦衣卫 这一点恐怕是有待商榷 因为大家知道不管是锦衣卫也好 还是皇城寺也好 他们的权力都是皇权的延伸 皇权大 他们的权力自然就大 那么明白了这一点 自然也就明白了皇城寺与锦衣卫谁的权力更大一些 自然是锦衣卫 因为在明朝的时候皇权得到了充分的加强 而在宋朝的时候 皇帝与士大部共治天下 皇权受到了极大的质固 皇城寺与锦衣卫比 在权力上他有两大欠缺 这些就决定了他不可能与锦衣卫拥有同样的权力 哪两大欠缺呢 一个是皇城寺执意有抓捕权 但没有审讯权 也没有审判权 皇城寺抓捕的犯人 最后还要交到开封府尹或者是大理寺去进行审理 而且皇城寺没有自己的监狱 在剧中也出现了皇城寺的大欲 这点呢 与历史稍有不符 皇城寺只对一类犯人可以行使审讯权 就是敌国的间谍 除此以外 在宋朝皇城寺的最高长官是要经过疏密院任命的 而不是像明朝那样由皇帝直接指认 虽然说这个位置皇帝一定是有极大的建议权 但他毕竟还是要通过疏密院 所以自然也就多了一层政治上的角逐 皇城寺除了有稽查的功能以外呢 他还有一个另外一个更主要的功能 就是宫卫皇宫 皇宫中的各个宫门都是由皇城寺的人负责把守 而且皇帝的贴身侍卫叫晋从官 也是从皇城寺中选拔而来 皇帝的这些贴身侍卫呢 要求很高 都是要求身高必须是在一米八五以上的标形大汉 皇帝有了这些人做护卫 心里才算是真正的踏实了 除了这些功能以外呢 皇城寺的功能呢 还有一部分很类似于皇帝的私人管家 比如说皇帝背着皇后攒下的小金库 也是由皇城寺的人负责保管 还有另外一些杂七杂八的事 包括皇宫中的冰块 都是由皇城寺的人负责管理 所以呢 皇城寺并不是一个单纯的特务机构 他等于是在体制之外设置的一个机构 解决皇帝的一些私人问题 但这个机构呢 同时又受体制内的各种条条框框约束 所以并不是像锦衣卫那样的权力熏天 皇城寺的人普遍品级不高 明朝的锦衣卫指挥使是郑三品的大员 而皇城寺的最高行政长官 叫勾当皇城寺使 也不过就是郑六品的一名官员 而且还是走的文官系统 如果走五官系统的话 那可能也就是纵六品 大家知道宋朝的时候文官系统普遍要比五官系统要高 所以剧中的男主顾千帆他是近世出身 但虽然走了五官系统 这其实对他的前途是有很大的影响的 我相信他之所以这么做一定是有特殊的原因 在剧中顾千帆第一次外出办案 出世的腰牌显示他是大礼平氏 大礼平氏呢 是郑八品的官员 后来因为办案有功被皇帝着升为皇城寺副使 皇城寺的副使应该也就不过是纵七品的官职 剧中的有一个细节很有意思 就是宋真宗为了表彰他的功绩给他升了官 当时宋真宗给他的封赏是戒飞服配银鱼带 那么戒飞服是什么意思呢 宋朝的官员八品九品穿的是青色官袍 像大家在剧中看到的那些刚刚入世的榜眼探花 他们穿的都是青色长袍 而七品以上穿的是绿色长袍 顾千帆进宫建架的时候 穿的就是绿色官服 说明呢 他是七品或者是纵七品的官职 建架以后出来穿的就是红色官袍了 红色是宋朝五品以上官员着的官服 因为他的级别还是在七品或者是纵七品 所以他穿红色的官袍只能是戒飞服 就是你的级别虽然不到 但皇帝给你一个特出的荣誉 你的俸禄拿的还是七品的 鱼带呢 分为金鱼带银鱼带 金鱼带是三品以上的大员才能够佩戴 鱼带里面是装鱼服的 鱼服上面一般都写着官员的级别名称 相当于他的一个工作证或者是身份证 如果他需要进内宫建架的话 那么他要凭这个渔服通过进从官 也就是皇城司的勘验 到后来渔服的实用性是越来越降低 而更多的是成为了一种荣誉 官员上朝的时候佩戴着金鱼带 或者是佩戴着银鱼带 手里还拿着一把鱼叉 人家知道的是上朝 不知道的以为是出海呢 咱们再来说说剧中两位女主的身份 剧中的赵盼儿宋尹章两个人都是越级 所谓的越级呢 就是有点相当于现在体制内的文艺工作者 比如说演员歌手等等 他们平时呢是要从国家支领薪水 主要工作呢就是在那些因公事举办的官员聚会中 唱歌跳舞弹琴等等 这里特别强调的是因公事 如果是因私的话 官员是不可以动用官纪来助性的 否则的话会被遇使弹劾 而且这些乐纪们只做他们本职的工作 不会去试寝 当然了私下里头如果与官员有约会什么的话 那是另当别论 但这也是不符合规矩的 所以官纪并不是现在的妓女 在宋朝的时候有人是专门做妓女生意 有些酒楼里是提供这样的服务的 但这样的酒楼必须要有标识 所谓的标识呢 就是要在店门口上挂上一盏红炙子灯 就告诉大家这里是红灯区 由你所需要的服务 乐级是世袭的不可以轻易脱级 但如果你嫁人的话 嫁给了良人是可以脱级的 南宋年间有一个比较著名的乐级 他嫁给了一位抗金的英雄 这位英雄叫韩世忠 这位脱级的乐级叫梁洪玉 说起来韩世忠的四位夫人 除了他的原配夫人以外 另外三位夫人全是乐级 梁洪玉是韩世忠的第二任夫人 在黄天荡大战以后没多久 他就病逝了 后来韩世忠又先后娶了两位夫人 也都是乐级的 看来韩将军对乐级的女子是情有独钟啊 剧中另外一个女主的身份呢 是厨师 在这里呢 我想友情提醒一下那些吃货朋友们 如果你们想穿越的话 一定记得要穿越到宋朝以后 因为虽然对于吃货来说 除了亏不能吃 什么都可以吃 但毕竟也可以被称为美食家 所以在吃的方面还是有要求的 在宋朝以前炒菜并没有流行 并没有进入寻常百姓之家 所以如果你穿越到了宋朝以前 即使是唐朝的话 除非你是王公贵胄 也许能吃上一两口炒菜 其他的时候是很难吃到炒菜的 所有的烹饪技法只限于蒸煮烤 虽然说第一份炒菜是出现在南北朝时期 但那毕竟是极少极少 能够享用的更是极少的人 只有到了宋朝才迎来了吃货们的春天 因为宋朝有炒菜 炒菜呢有两个必备的条件 一个是油一个是锅 以前的中国人呢大部分用的都是动物油 就是动物脂肪 但这种油也是非常的稀少 只有那些贵族们才有资格享用 只有到了宋朝时期 植物油才更多的走入了寻常百姓家 成为人们炒菜的必备油料 因为那时候油料植物的种植面积进一步的扩大 加上榨油的技术得到了充分的提高 这样榨取的植物油就越来越多 价格也越来越平民化 所以老百姓炒菜才可以用上油 另外一个要素呢就是锅 在之前呢人们做菜一般用的是陶器 陶器呢导热比较慢 不适于快炒 如果青铜器的话那造价又特别昂贵 到了宋朝的时候铸铁技术得到了非常大的发展 能够生产出那种薄的铁锅 有了锅有了油 才吃炒菜进入了寻常百姓之家 所以想吃炒菜的话 您最好是穿越到宋朝以后 不过呢您要想吃辣椒的话 宋朝还不行 恐怕得要到明朝才行 宋朝那时候还没有辣椒 咱们再来说说茶 茶在中国是有悠久的历史 茶最早呢是作为药来用的 有一句话叫神农长百草 日域七十二毒以茶解枝 这就是说呢茶是有解毒的功效的 后来到了东汉末年三国时期 茶才作为一种饮料来被饮用 那个时候的饮茶方法呢 是将茶先制成茶饼 然后呢在火上烘烤 烤到香气出来以后呢 赶紧包裹起来 然后等到冷却以后 再把茶饼碾成茶末 放在开水里煮 这个叫煎茶法 从东汉一直到唐朝使用的 都是这种方法喝茶 到了宋朝 喝茶的方法呢 就发生了变化 不再用火煎 而是用点的方法 就是宋朝的点茶法 茶一就是先做成茶饼 然后在饮用前用茶碾 碾成粉末 然后把粉末呢放进茶盏里 宋朝点茶法用的茶盏 一般都是用的煎瑶的小黑碗 很少用浅颜色的 特别是在豆茶的时候 把茶粉放入茶盏以后呢 先放入一点点水 把茶粉搅成糊状 然后呢一边加水 一边用煮显快速的搅拌茶汤 尽量使着茶汤水乳交融 宋朝的文人雅士之间还喜欢豆茶 豆茶呢一个比的是茶汤的颜色 是越白越好 当然了如果哪位搅出的茶汤 最后是黄颜色的话 那你可能豆的不是茶 是别的一种什么东西 人家搅拌出的茶汤呢 纯白如奶 特别适合配果子吃 非常的雅致 而这种黄色的茶汤似乎配果子不太合适 比较配合的是大米饭 吃起来非常的爽 不过呢这并不叫茶汤 叫咖喱饭 除了茶汤的颜色以外 还有一个直观上的评判标准 就是看会不会出现水痕 也就是把茶汤静置一段时间 看看会不会有水分离出来 水一般会出现在茶盏的边缘 就是茶汤最贴近茶盏的那部分 如果谁的茶汤水痕出现的早 那谁就输了 说明你的这个茶汤没有真正做到水乳交融 豆茶中还有一项呢是叫茶百系 所谓茶百系就是在搅好的茶汤中滴入清水 通过液体表面的深浅变化 来勾勒出一幅画或者是一幅字 这个呢有点像我们现在见到的咖啡拉花 但是呢看起来比咖啡拉花要更有意境 当然了这只是我的个人看法 到了元朝的时候 人们对喝茶就不是特别热衷了 更热衷的是喝酒 茶呢更多是作为了一种解酒的工具 我不知道元朝人会不会斗茶 我想他们如果斗的话 肯定跟宋朝的人不一样 我估计他们就是两个人拿着大碗对着干 看谁最后先飘起来谁就输了 另外还有一点 唐朝人跟宋朝人喝茶用的工具截然相反 宋朝人绝对不会用金属器皿 而唐朝人绝对不会用瓷器 到了明朝的时候一向节俭的中元章 首先取消了贡品中的龙凤团饼 没有了这种龙凤团饼 自然也就没有了宋朝的点茶 到了明朝的中后期 喝茶的方法就变成了我们现在的冲泡茶 这种习惯的一直延续到了清朝 在清朝满人入关以后 他们带来了满人的生活习惯 他们喜欢吃肉食 特别是牛羊肉 这时候茶就有了另外一个特殊的作用 就是去腻 所以呢 人们就希望这茶是越艳越好 因为越艳的茶越可以去油腻 在宋朝有四溢之称 四溢呢分别是焚香、点茶、茶花以及挂花 焚香体味的是嗅觉之美 点茶是味觉之美 茶花是触觉之美 而挂画则是视觉之美 四溢合一 这就是宋代文人的生活美学 这种美学含蓄内敛而且包容 这是一种柔的文化 是用极简、极素甚至是极拙来创造世间的大美 相较于清朝乾隆时期的繁复、金碧、辉煌 那种满眼的黄澄澄的富贵 从美学角度上来说 我个人认为是有云泥之别的 这样的生活情绪也陶引了区别于其他任何朝代的宋朝文人 宋朝文人心中自有山水 他们笃信生活的质感 软胜于他们身边的权利与富贵 所以我们现在才能欣赏到那绝美的宋词 所以在那种的环境下才会产生千古第一人 苏氏苏东坡 人不必要生的经验 但要活的精致 宁静于心才能无敌于爱 宋朝是一段曾经的时光 那种蕴含在简约中的雅 随着我们生活节奏的加快 也离我们是渐行渐远 但或者呢 我们应该让自己慢下来 静静的欣赏身边的一切 听听鸟叫声 品味一下他们的旋律 看看花瓣的颜色的细微变化 或者秀一秀风吹过时留下的味道 这其实也是一种雅 毕竟学会感受和体会生活 这才是生命的最高境界 好的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收看 欢迎大家点赞订阅 这里是风夏杂谈 Frank家为您带来有温度的历史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